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处针对基隆市目前建筑基地开发审查机制进行检讨 提出革新作为 希望能够减少相关执照审查时程 吸引产业投资基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因为基隆市都市设计审议程序较为繁琐 业界反应都省时间太久 因此为了缩短及简化审查流程 基隆市政府发言人林立禅 和秘书长方定安 都发处长谢孝坤 特别召开记者会 希望简化时程 提升审议品质 吸引更多产业来投资 让基隆更好 为了提升基隆城市的竞争力 创新 创造更多的城市的亮点 也改善我们的环境 就是环境的品质 那我们的谢国梁市长 一上任之后就积极的盘点 整个基隆的 就是发展性 有潜在发展性的公有土地 那也责成我们的都发处长 那针对本市的相关的建筑基地 开发审查的制度来做一些检讨 那希望提出相关的 就是一个革新的作为 市长一直希望我们赶快把这个整套的新革制度 能够提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提出了五大经济作为 包括成立三个项的平台 以及加速简化的两个审查平台 因为那么多流程 所以我们未来有我们读发处 会成立一个单一窗口 那这个部分我们未来会在这个系统上 就是透过一个建制一个系统 让各个的这个程序 都透过这个系统可以查得到 目前的这个案件到哪个流程 那我用这张来做说明 可能未来像左边我们就会去建制一个 透明化的便秘服务系统 那里面把相关的审查的进度 都把它建置在里面 包含有都设的水保的加强三坡地的 或者是共购配置 或甚至到最后的建造 那因为目前大概只有 我们的系统大概只有这个建造 所以有时候这个案件的流程走到哪 有时候并不是清楚 那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部分把它分清楚以后 那这样申请也很清楚知道说 目前我的案子大概在哪边 那我要去处理什么样 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秘书长方定安也强调 这是都省改革首部曲 希望让都市更新计划的改革 可以符合基隆整体发展趋势 未来向基隆捷运沿线场站的周边TOD开发 搭配容积移转 让地方获得开发的回馈 政府透过容积奖励 借由开发同时取得并提供公益设施 这是基隆未来要走的路 所以未来的一个方向就是 像新市政大楼现在已经确认在政策上 我们是希望向招商来提供 把新市政大楼这个来新建完成 那我们也有针对一些公有土地 那未来也会配合我刚刚所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捡运厂站周边 因为新市政大楼把一部分的员工移到某些地方 那我们必须要也要找交通方便利 而且他一定要有一定的规模 那我们会适时的找一些开发的一些招商 那当然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个地方 那后续如果确定之后 我们当然也会赶快来跟大家来报告这个消息 那目前这些就是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那透过捐赠公益设施的方式来完成 完成我们很多的包括新市政大楼 未来我们还有好多 也许是活动中心啊 长照啊 日照啊 幼儿园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在开发机制里面 希望透过这个开发机制 在新建的同时来公私合作 来建设基隆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新北市铁道马拉松接力赛 在共辽双溪地区开跑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率领局处长组队参赛 并且和新北台北桃园三位市长 一起负责第五段赛程 成为今年赛事一大亮点 也展现基北北桃的活力和热情 左手借我右手往上 明年空框明内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与新北市长侯友宜 桃园市长张善震 以及台北市副市长林毅华 共同主持名枪仪式 以追火车闻名的 新北市铁道马拉松接力赛 今年迈入第八届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率领六位局处长组队参赛 展现市府团队满满的活力 基隆市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我们起初每个人都抱着再在近日心 致力了一些循准 在循准里面每一个人都会突出 他们在旁的行动 那起初是一个人投 后来就两个人投三人 我觉得很棒的是 透过这次活动 让我们大家成为一个团队 就是基隆市的本身 当然更感谢侯友仪市长 让我们新北市 台北市 基隆市 都可以成为一个团队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可贵 从一个小家庭变成一个大家庭 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我们今天抱着心是 轻轻松松全力以赴 帮基隆跑出一个好成绩 好我们最后再看一下中间 再看一下中间 过程中副市长邱佩玲 也跟新北市长侯友仪 台北市长蒋湾 及桃园市长张善震 担任各自队伍的第五棒选手 由吉北北桃的市府团队 一起共襄胜举 参与马拉松比赛 也成为今年的一大亮点 一起追火车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2023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将在新竹县体育馆登场 副市长邱佩玲 授旗给基隆市代表队 议长佟子委 特别致政加菜金 勤勉选手全力以赴 而名传国中也拿下全国 以及篮球联赛冠军 相当不容易 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即将展开 圣火传递抵达金融市 教育处长刘美兰亲自迎接圣火 高级圣火进行交接 加油 开幕一次前 金融市政府替代表队举行授旗仪式 金融市副市长邱佩玲 议长同志委 市议员施伟正亲自到场 替选手加油打气 我只要努力 只要我用心 只要我有很强的毅力 我不会输给其他人 我深信每位参与的选手 都会有同样的想法 再一次祝福 也希望各位在今年能够创造 很好的佳金 议长同志委特别致政加菜金 鼓励选手全力以赴 全中运在跆拳道夺得三面金牌 是近年以来非常好的成绩 我想我跟市委政议员都非常高兴 今天也特别来市政府教育处 主持的这个 这个帮选手表扬的大会 然后我们来祝福他们 也感谢大家 那分别是基隆女中 跟成功国中的小朋友 我想基隆的这个运动风气 我们需要全面来提升 那就像我们必须以身作折 然后提倡全民运动 让我们的运动环境可以更好 今天我们基隆市政府 给我们全中运选手的授旗典礼 最重要的是在过去 尤其是去年我们基隆市 夺得了这个全中运最好的成绩 我们三面金牌 那去年呢 委政即将要接任的全级委员会 由我们基隆中学所代表的好手里面呢 在去年也夺得了一面铜牌 希望我们今年的选手们 能够保持去年的成绩 甚至是更加突破 那除了努力夺牌以外 也希望能够在我们喜欢的单项上面呢 来推广这样健康的运动 让我们基隆市的运动风气 更加的兴盛 我们今年呢 参加全中运的部分 总共有10项 那在比赛之前的话 我们已经在会前赛的部分 在跆拳道 我们已经拿到了三斤 然后三同的一个很好的佳击 而基隆名传国中 参加全国篮球比赛 也传出了解报 16日在对战宜兰文化国中 最后以73比66立刻对手 获得全国以及篮球联赛冠军 议长通知委 日前更是亲自到台北体育馆 替名传国中选手加油打气 基隆市名传国中 特别在全国的以及篮球联赛 拿到冠军 那我想我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欣慰 我想我们这个这么多年 名传国中在这个训练上面 我想教练屈首功 教练一定是负责这个最大的功劳 我想我们教练非常的认真 那这这么多年来利用有限的资源 在我们这个有限的场地底下 把成绩训练到这么好 培育一届又一届的小朋友 我们这样一届一届 看着大家出去打高中 然后打大学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那我想我们在有限的资源 其实我们篮球 在基隆市一直都是非常重点的运动 而且我们有非常多的篮球选手 包含我们名传的徐伟胜教练 也是过去是直男选手退役下来的 那包含我们现在跆拳道 拿到三面金牌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单项 在基隆都一直有非常优秀的传统 未来我们如何整合教育处 跟体育相关的资源 来重点发展相关的项目 我觉得非常重要 当然每一个单项 我们都非常的重视 那如何把资源整合在我们 有机会夺牌或得名的单项运动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特别的来努力 那我们也会努力的让选手 有一个逐梦的空间 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即将在4月22号到27号 在新竹县举行 健康市代表队 已经在提前办理的跆拳道比赛 拿下了三金三桶的成绩 副市长邱佩玲也提醒每位选手 比赛时要注意自身安全 期许大家发挥最高水准 刷新上届得奖记录 记者黄绍明 健康报导 力挺暖暖区暖西国小棒球队 并且协助从小培养棒球人才 在基隆市议员林敏勋争取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伟相挺下 争取40万元经费 将在今年暑假期间帮助暖西国小 在风雨操场里面增设天网 以及发球机 让棒球队可以在不受天气下雨影响下 在风雨操场内进行棒球的投打练习 果真是叔叔有练过哦 基隆市议员林敏勋和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伟 展现不凡的身手 和暖西国小棒球队员们进行投接球的练习 让暖西国小哨棒队员们也很佩服 为了力挺暖暖区暖西国小棒球队 并且协助从小培养棒球人才 在基隆市议员林敏勋争取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伟相挺下 争取40万元经费 将在今年暑假期间帮助暖西国小 在风雨操场里面增设天网以及发球机 让暖西国小棒球队可以不受天气下雨的影响 在风雨操场内进行棒球投打练习 同志长也非常爱棒球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扎根 从小扎根棒球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我们要给他们在设备上 能够有一个比较素人家的起跑点 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棒球队的一些建制跟设备上 我们都会来投入 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在本市各个有哨棒的这个棒球队 我们都会努力来争取更多的经费 然后给我们这个棒球队 让他们来做这个更多的资源可以来做练习 那期待未来我们基隆市的哨棒队 都可以打出很好的成绩 然后甚至在全国都可以拿下优良的成绩 那未来我们可以在基隆这个地方 可以多出几个可以上大联盟的这个球员 这是我们未来所希望的投资棒球 投资孩子永远都不会浪费 我们现在暖西国导风雨潮上 那由于因为基隆多雨的气候 所以我们在棒球的训练的环境上面 跟南部还是有一定的落差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基层教育的努力 来希望来增加我们棒球的这个选手的值跟量 那我想民进院特别的用心 特别带我来看 那我们今天决定帮学校来争取这个天王 就是说他们在打击的时候 球不会飞出去 然后也来去增加训练的发球机 我想都需要这个在地的议员跟校长的努力 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把 我们不管于工于私对棒球的喜好也好 那对我们基隆市棒球的发展也好 我们都应该一点一滴的来累积在基层教育上面 对于议长和议员的力挺 暖西国小棒球队刘教练感谢又感动 因为这样等于有了现成的室内棒球练习场 不用再受到基隆天后容易下雨 而无法让小球员进行户外的投打练习 也非常感谢就是爱棒球的议长 然后还有议员 也是我学长的议员 然后那个来支持我们暖西棒球 因为其实真的在基隆 要打棒球其实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基隆就是 也算是一个地下人筹地方 加上多余的天气 所以其实在学校里面 要有练习的场地 其实是比较少的啦 对所以 其实真的很感谢议员 因为如果把这个网子弄起来的话 那我们可以在里面直接就是做投打练习 其实在基隆的学校来说里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相信其实在其他县市的学校啊 在别的学校里都不一定有这么好的场地 对所以其实真的也非常非常感谢 议长还有议员来支持我们暖西的棒球 暖西国小棒球队已经成军四年左右 也是基隆市暖暖区唯一一支少棒队 本身都是棒球迷的童子伟和林敏勋表示 能够尽最大的力量协助从小培养棒球人才 希望可以为基隆市争光之外 未来也可以进军世界棒谈 为台湾争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民进党基隆立委初选竞争相当激烈 过去是总统蔡英文文胆的张之豪 为了从三抢一的局面中胜出 更找来当年太阳花学运世代的战友们 一起在基隆庙口相挺拜票 太阳花学运伙伴南北大串联 包括武党籍立委林长佐 民党立委赖品渝 其他县市议员吴佩毅 李问林军亮等人 全都在基隆集合 相挺参加基隆立委初选的议员张之豪 所以任务有很多允许的委员这次没办法继续打拼 继续参加基隆这次的专业 包括我们基隆我自己的好朋友蔡世英 但是我认为就是英里有张之豪这样子的优秀的年轻人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有机会来到基隆立品张之豪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这些人可以说是九年前的原班人马啦 那这个我想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的原因不只是因为我们九年前一起参加了318运动 同时是因为呢每一个政治工作者我们这几年下来的成绩绝对绝对也是对得起大家 我想我们愿我想今天大家站在这里就是愿意用我们的成绩来帮张之豪这样子的一个优秀的政治人才来保证 拜托大家给他一个机会进入国会 武党籍苗栗仙议员曾文学到场还用搞笑公主抱把张之豪给抱起来 民进党立委赖平渝则在一旁露出疑惑表情彼此互动超级热络 太阳化学与伙伴大集合全都是要力挺张之豪进入国会 我身边的左边右边的所有的伙伴们都是我过去这十多年来一路一起打拼的好战友好伙伴 九年前我们许多人一起冲撞进入到了立法院 在九年后的现在我们希望这一次我们要以国会议员的身份正式的走进到立法院里面 在九年前我们进去立法院的时候我们为的是要阻挡台湾走向一个沉沦的未来 我们为的是要保护守护台湾自主的权利 张之豪找来南北好伙伴前来基隆助政 要在四月底的立委民调初选中三抢一的局面顺利脱颖而出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郑文婷有一个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荐她的原因是因为她有正义感 基隆要持续进步 需要懂得向中央争取预算的好立委 立法委员电话民调请唯一支持最专业的郑文婷 乖孙咧 要来七十六年 但是我要去银行缴纳使用牌照税 现在用手机就能缴税了 收到缴款书后下载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APP 扫描QR口就可以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ATM转账等 多元缴纳管道都可以选择的 乖孙咧上车带我去多多工 多元缴纳不可玩 一路顺畅安心 GO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眼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大家好 刚刚有看到小爱爸爸过路口的样子吗 我的过路口的方式是不对的哦 不要学我的样子 过路口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滑手机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汽车 会离让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哦 行人的责任就是 尽快地通过路口 效率 安全 然后呢 要跟我们离让的车辆 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 在基隆继续推行 友爱城市 也感谢我们的车辆 更感谢我们的行人 在通行的时候呢 快速 然后有效 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 各位市民朋友 大家好 我是张敏军 我已完成登记 民主进步党 立法委员党内初选 身为市议员 我深深了解 基隆市即将面临的现况 和挑战 基隆市要持续进步 立法委员电话民调 请唯一支持 统人机的张敏军 慈明市的财神店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政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市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市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此一次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中山区西定路发生一起车祸 一名女骑士酒驾上路 逆向闯入对向车道 撞上两辆机车 造成39岁张信南骑士伤势严重 而张南的身份是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陈崇文的服务处主任 陈崇文也发文谴责酒驾 马路上一辆机车执行 但突然冲出力量机车 逆向骑车 两车一面撞上 接着又半倒力量骑士 因为他们我听到声音 人车就有了 我就一定车车就有了 所以这我的车 三辆机车车祸意外 发生在16号中午 中山区西定路 一辆女机车骑士 突然跨越双簧线 闯入车道 撞上正常行驶的机车骑士 经警方调阅现场电视器发现 那个76年次的黄姓女子 因为酒后驾车逆向行驶 在西定路那边碰撞 有一台男子驾驶的机车 造成两部机车三人受伤 其中黄女伤是蛮严重的 送医昨天开刀 今天能昏迷不醒 那那个蟑螂的部分呢 也是昏迷不醒 据了解 招撞的张新驾驶 是台北市议员陈崇文的助理 得知助理发生严重车祸 陈崇文也发文表示爱痛 全面暂停所有立委初选败票活动 主任在我的这个服务处 已经工作了一年了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认真 工作态度非常认真的 一个年轻人 那也因为发生这样子的一个车祸 酒驾被撞 那他也非常的无辜 现在还在昏迷 也希望大家能够帮他提起 陈崇的这个严厉谴责 酒驾造势 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政府单位 能够酒驾重新立法 把这个酒驾者能够 这个立法能够严惩不待 防止这个意外的发生 也透过立法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让把这个立法的这样子的一个 立法立言一点 警方事后针对逆向女骑士进行酒册 测出来0.80毫克 送医之后有脑出血昏迷 而无辜被撞的张姓助理 也是茶馆昏迷 希望大家一起帮忙集气 至于真正的车祸发生原因 仍有带警方进一步调查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道路要平 路灯要亮 水沟要通 这三项对市民来说 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事 中山区明治里 中山一路241项 多年来 路面一直不太好 在当地明治里长反应下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 积极争取重新铺设 基隆市长谢国良不但全力支持 更亲自到现场勘察 展现打造最有爱城市的决心 在基隆市议员宋伟丽 以及中山区长徐亚文 和中山区前后任里长联谊会会长 任正里长陈炳南 以及通话里长徐立林等人一起陪同下 小爱爸爸 基隆市长谢国良 亲自到中山区明治里 中山一路241项内 勘察道路路面情况 由于这里多年来路面一直不太好 在当地明治里长黄国伟反应下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 积极争取重新铺设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不但全力支持全项重铺 更亲自到现场勘察 展现打造最有爱城市的决心 因为我们宋伟丽议员跟里长们 都非常关心中山一路241项的一个路况的问题 希望我们能够刨铺 然后改善我们行人路面的品质 其实我们对于现在只要能够重新铺路 然后把路面改善 然后让大家行走或开车的更顺畅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能够做都希望多做一些 那很感谢宋伟丽议员关心当地的民情 然后我们也具体的做成决议 这一段路面一定会来做改善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谢市长 真的是有爱的城市的市长 那么关心我们 尤其是巷弄 我们一般的居民 每天必须要经过的一些巷弄走道 那非常感谢市长 今天来到现场来勘察 那在此我希望说我们的工程品质 工程品质一定要做好 这是我们市长刚刚也要求的 所以说感谢市长 谢谢你 道路要平 路灯要亮 水沟要通 这三项对于市民来说是最基本 最重要的事 对于市长谢国良的重视 议员里长和当地居民都给予高度肯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附警天下和轰动天下两社区就在八堵 交流道旁边交通便利 但是居民反映早上光是要出停车场 就得要等很久 市议员秦真邀请相关单位前来会刊解决问题 位在八堵交流道旁的附警天下与轰动天下两大社区 住户约六百多户 常年被耗置问题困扰 每天上下班的时候 车辆都没办法上高速公路 红利灯的话 它控制的时间 没办法 没办法让车辆能够很友善的往前行进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说 有办法说用秒差来控制 社区的车子要出来左转 往一高的话 没有办法通行 所以我们今天请我们 这个警察单位 交通单位来现场勘察 是在这个前后端的秒数 红绿灯的秒数上做一个调整 让我们前面的红灯掀开 前后面的那个绿灯呢 继续往前测量让它行走 然后他们这个社区 在变成绿灯的时候 两个社区的车辆才可以 直接出来左转或右转 交通处指出会调整秒数 滚动式修正 解决地方问题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吴俊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勇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勇第四频道 欢迎新市政 送回来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爽动